再次出現了錄製口罩假冒國家隊的案件 而這下被罰辦 台中這一間貿易商是零性負責的六月起 從對岸進口了五百五十萬片一般口罩 假冒成台灣值得醫療口罩對外販售 還有經銷生假冒成是國家隊口罩來賣 獲利不法 獲利高達了四百萬 調查局人員會同了實案處 來到大理這間倉庫搜索 我們看到三間 他這樣從樓間下去看 地上堆了一箱又一箱的紙箱 裡頭裝的全是從大陸進口的一般口罩 嫌犯就是把這些口罩 冒充是台灣製的醫療口罩販售 他跟利油公司合作 用他的牌假裝說是他製造的 可是外觀就是賣一個 從圈公司的醫療用口罩 可是實際上裡面賣的是一般用的口罩 重回嫌犯位在台中的倉庫 是一間普通的民宅 一個員工也沒有 根據了解 這名零性負責人 六月份從大陸進口了五百五十萬片 一般的防塵口罩 但卻借用彰化製造商的 醫用許可字號 假冒式醫療口罩 或是當成了一般口罩 賣給下游的經銷商 沒想到經銷商 居然用假冒式國家隊的口罩販售 估計不法獲利高達四百萬 日圈公司他們的口罩有剛印 那本次查扣的這些仿帽 這部分完全沒有剛印 沒有剛印的錄製口罩 混充是國家隊 位在彰化的製造商也遭到衛生局登門稽查 老闆面對鏡頭喊冤 他說早在疫情前的一百零七年 就借牌給對方 每次簽約是五年 根本不知道被拿來假冒 檢調還在追查 涉案程度 目前零星負責人已經遭到收押 製造商和經銷商也各以五萬和十五萬元交保 記者蔡正順利 宏基方品文 SN小組 台中報導